WIT 的鋼彈 EVOLUTION STEAM免費鋼彈對戰遊戲分享之第一次線下比賽心得與注意事項 WIT 要分享第一次參加線下比賽心得與注意事項 下方說明會放時間點清單,請多多利用 影片分,參加比賽,第一次參加比賽的注意事項,比賽心得,感謝 參加比賽 WIT 參加了鋼彈 EVOLUTION WELL FOR SPY 線下比賽 聽說是全球第一次線下賽,也是WIT人生第一次參加電腦遊戲比賽 非常感謝隊友凱瑞WIT一起獲得第四名 WIT準度不佳,又只會玩薄皮積木,四強賽一直被對面打出破口 讓隊伍只不在第四名,對隊友非常抱歉 第一次參加比賽的注意事項 比賽賽程安排讓選手入座後不一定有充足的時間能調整設備 這次鋼彈 EVOLUTION 線下比賽給選手準備的時間非常短 感謝耿傑的建議加WIT這次比賽的經驗整理出的注意事項 選手做到設備前需要確認1、設備狀況2、通訊軟體狀況3、遊戲中設定 第一點設備需要確認 鍵盤滑鼠能不能使用 耳機能不能聽到遊戲的聲音、遊戲音量調整 麥克風能不能收音、注意連接線有沒有靜音開關能調整 設備有問題直接與主辦方或工作人員反應 如果有更換自行準備的滑鼠、鍵盤、耳機要記得確認功能 第二點如果能使用遊戲外通訊軟體例如Discode、DC 鋼彈 EVOLUTION 線下比賽官方允許使用DC 如果電腦沒有安裝通訊軟體或DC 盡快向工作人員反應 第一天比賽WIT的電腦沒有安裝DC 當下立刻跟工作人員反應 在工作人員指示下完成下載與安裝DC 比賽規則中不准選手私自安裝軟體 下載安裝DC建議請主辦方確認 通訊軟體要確認能不能聽到隊友的聲音 自己說話隊友能不能聽到 可以請隊友用手比E、比夜、比讚之類的 確認麥克風收音有沒有正常 記得到設定更改自己習慣的語音感應或按鍵發話 第三點遊戲中設定要確認伺服器、設定 鋼彈 EVOLUTION 線下比賽在亞服舉辦 開啟遊戲記得選亞服 遊戲設定調整自己習慣的滑鼠靈敏度 準星樣式、FPS等設定 這次線下賽給選手準備的時間很短 登錄DC、登錄STEAM 開啟鋼彈EVOLUTION 三分鐘就沒了 把握時間挑重點確認 快速準備完成讓比賽能在預定時間開始 避免影響到後面隊伍的比賽時間 比賽心得 WIT第一次體驗到線下比賽的氛圍 年過30參加比賽感覺跟逛展覽一樣 沒有緊張感只是很陌生 當時會擔心自己表現不好去拖累隊友 最後跟隊友一起獲得第四名成績 WIT很滿足 對想要拿前三名的隊友感到抱歉 熟練記憶體不夠多 只負在第四名 想參加鋼彈EVOLUTION比賽的玩家建議 至少有兩到三隻熟練的記憶體 在不同戰況去調整隊伍搭配 不要像WIT只會玩一隻幾母 變成隊伍破口 感謝 感謝鋼彈EVOLUTION與紅星大焦娛樂科技 與AMD與WARE Force舉辦鋼彈EVOLUTION線下比賽 感謝巴哈姆特哈拉區宣傳找人的耿捷 讓單排的WIT有機會報名參賽 感謝現場工作人員在比賽期間調整12台設備 非常感謝五位隊友賽前團練與比賽的發揮 帶WIT一起獲得第四名 第一次獻下比賽心得與注意事項影片到這邊告一段落 還沒有訂閱WIT YouTube頻道的請協助訂閱 WIT感謝您 有什麼想說的想問的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WIT的影片請協助按我喜歡加分享 想先看到WIT的新影片可以開啟小鈴鐺通知 我是WIT 下支影片見 掰掰